大家好,我是唐莉儿 今天我们来做原味的戚风蛋糕卷 学会了这个基础蛋糕卷的做法 无论是做虎皮蛋卷 或者是其他口味的裱花蛋卷 都会变得非常得心应手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冰箱取出五个鸡蛋 先将蛋黄和蛋清分离 然后把蛋清放在冰箱冷藏 或者是冷冻不超过15分钟 这期间先来处理蛋黄 五个蛋黄搅散后 加入70克植物油和60克牛奶 充分搅拌,让它们混合均匀 成乳化状 塞入90克低筋面粉 轻揉搅拌,成细腻的蛋黄糊 去出冰箱冷藏或者冷冻过的蛋清 加入半茶匙柠檬汁或者白醋 帮助它稳定结构 而且去腥 用电动打断器中挡 先打出大泡 60克白糖分三次加入 这是第一次 继续搅打 大泡会变得很细腻 这时候加入第二次白糖 继续中速搅打 当它出现纹路的时候 加入第三次 或者最后一次白糖 戏封蛋糕卷成功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是蛋清的打发程度 继续搅打 这时候蛋清的纹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直到当你提起打蛋器 呈现直立的尖角 底部的蛋白霜 呈现略微弯曲的尖角 就刚刚好 就像这样 接下来将蛋白霜分三次 与蛋黄糊混合 同时打开烤箱 160摄氏度提前预热 这是第一个三分之一蛋白霜 用翻切拌的手法轻柔的 把它们混合成大理纹状就可以了 再加入第二次蛋白霜 继续轻柔而快速的混合 用翻切拌的手法 最后 把混合的蛋黄糊倒入剩余的蛋白霜中 同样用翻切拌的手法 轻柔而快速的混合均匀 烤盘铺烘焙纸 我用的是 38.7 x 26 高1.9厘米的 长方形烤盘 这个配方同样适合 28 x 28 高4厘米的标准蛋糕卷烤盘 将混合好的面糊 从高处倒入烤盘中 用刮铲 把表面刮平整 轻轻晃动烤盘 并轻微震荡几下 一来使表面更平整 二来可以消除气泡 将烤盘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 中层上下火 烤25分钟 直到表面呈现满意的颜色 这是戚风蛋糕成功的第二个关键点 一定要掌握好温度 防止开裂掉皮 再来准备奶油夹心 250毫升奶油中 加入35克糖粉或者是细砂糖 中挡搅打到成为固体状 倒扣容器不会脱落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冷藏防止融化 出炉了 把它一再放架上 稍微冷却4-5分钟 手感摸上去还有一点余热的时候 上面盖上一张不够大的烘焙纸 把它翻过来 轻轻揭去底部的烘焙纸 趁着微微有点余热的时候 像这样用烘焙纸 把一头轻轻的卷起来一遍 然后用一个重的东西把它挡住 让它继续冷却 大约10分钟左右用手摸一下 只要表面凉透 然后就可以铺上从冰箱取出的奶油 然后像这样用烘焙纸和一个擀面棍帮忙 轻轻的向前拉 另一头用锅物顶住 最后抽出擀面杖 拉住底部的烘焙纸 往里挤压 让蛋糕卷变得紧实一些 也可以用一个长尺或者是刀背像这样 帮助把蛋糕卷捲紧 这时候把它放在冰箱冷藏 两到三小时 取出冷藏锅的蛋糕卷 这时候变得非常好切 瞧蛋糕卷纹路清晰 口感特别的绵腻好吃 这是一个微甜的配方 如果你喜欢 还可以在奶油馅料里加一些坚果碎 都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莉儿 如果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见